兩個按鈕需求 按一下它就清除 按一下就直接執行 那當然你第一個 記得一定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那一個Sub就對應一個按鈕就對了 所以剛剛的這個 這一個清除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個Sub 反正就是按一下它 然後它做什麼事 就是把我們有七個欄位 B、D一直到M、N 這幾個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有沒有清空 OK 但是這樣的寫法有個缺點 就是說它是一次清一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它好像有一點點 慢了一點 有沒有 感覺好像 不知道耶 現在電腦好像太快了 我以前電腦好像會慢慢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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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清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範圍不大 OK 但是如果你範圍比較大的話 那建議把它改成用Range清除 不然的話效率會比較差 但目前我們先不管 先這樣就OK了 因為目前好像看起來沒有很慢 好 那再來的話就把公式輸出 所以這個清除 做完之後把它複製到下面之後改個烤坪 然後把公式貼上來 並且把A3的3 把它改成I的變數 串在中間 這樣就OK了 但是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老師那有四個工作表啊 那四個工作表怎麼辦呢 其實當然哪幾個方法啦 如果說假設你希望它一個一個個別做的話 那當然你就會把這兩個按鈕 按Ctrl鍵 然後再選這兩個 然後CtrlC有沒有 你就切到零組這邊來 把它貼到這旁邊 有沒有烤坪跟清除就有了 那當然你會想說那是不是可以同樣 因為它其實範圍一不一樣 一樣 然後呢 它的這個 清的範圍都一不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你按清除 你會發現可不可以清 它一百零 那因為我們是用向下追蹤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那個 4回圈的那個 4I等於3到最下面那個有沒有 本來是40 那因為我改成向下追蹤的 但如果你改成原來40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出錯了 因為它就到40就停了 所以 因為我們是 把它做成向下追蹤的 所以它得到的就是一百零一 所以清除到一百零一 然後呢 再來一樣 把這個東西再執行考評 你會發現執行會不會OK呢 看起來好像OK 可是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bug 什麼bug 這個為什麼到這邊的下面這邊出現 開頭的就錯誤訊息 那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N斜線A 斜線A是什麼 就是NAS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原因何在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到底這個公式 名次的公式有哪裡出錯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話是M3到M40 不對啊 這邊應該多少是吧 不是M3 M3也是對的 但是40應該要變成101 而不是40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邊的公式 沒有改的話 沒有改的話 一樣是40 那會出現一個問題 他永遠 比對的範圍就是以柱磚的40 所以這個40應該怎麼改會比較OK呢 其實一樣啦 就是也是拿這個來放在這邊就OK了 也就是說這邊得到應該是101對不對 所以最簡單的改法 應該是直接怎麼樣 乾脆我在上面多一個變數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會用到這個變數的值 那這邊也會用到 所以我可以在上方加一個R R等於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向下追蹤的這個值有沒有 這個把它先丟到R 然後再把這個R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邊得到的結果應該是101 然後把101的這個值放在這邊 那一樣除了放這邊之外 還可以放這裡 就是把這個40的地方 一樣把它用R的變數蓋上去 所以記得40 然後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讓這個範圍怎麼樣 反正以後它有幾列 那我這個M的最下面一列 那一定是正確的 而不會像剛剛寫 原來固定40那就錯了 OK 所以向下追蹤這個很重要 其實我們那個什麼 前一個範例好像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好像不確定 我雲段上有向下追蹤 可是我上課的時候沒有特別講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讓那個沒有Bug的話 一樣要加上向下 不然的話會出錯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我加這個之後 這個程式再Run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再跑一下這個都OK了 清楚 重慶一下 跑一下 有沒有 底下就OK了 那為什麼底下就OK的 當然你也可以檢查一下公式 有沒有 它這邊是101 底下是不是都101 對 都101 所以完全符合這個程式的需要了 這一段程式的話 在雲端上面其實我好像也有放 好像就我再放在第二段吧 OK 所以如果假如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 當然我這個是圖啦 不是我 所以你們沒辦法複製 可能要自己打 OK 那程中一打錯 當然其實 程式是這樣啦 真的一定要自己打 你如果沒自己打 那不叫會自己寫 像我之前都是直接給你們文字貼 但我這邊是直接一個圖 所以你要自己打 那所以 就是再加一個R的變數 然後把這個R 放在這兩個位置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確保其他的欄位都OK了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零組OK了 那辦事員有沒有OK呢 其實辦事員OK啦 助理員有沒有OK 都OK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個按鍵按Ctrl鍵 然後Ctrl C對不對 然後辦事員可不可以 辦事員可以 幫他把它貼一下 有沒有 辦事員可不可以 辦事員執行一下 那因為這個R是65 所以現在它自動會把它變成65 底下也OK 所以以後你要哪一個 哪一個支撐呢 有沒有 都沒問題 那這個助理員 助理員怎麼辦 一樣嘛 把這邊按Ctrl鍵 然後Ctrl C 對不對 然後再貼到助理員這邊 有沒有按一下 清除 按一下執行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資料比較少 這個才22而已 OK 所以可以馬上知道說 到底誰的排名最好 所以把那個第一名 還有第二名的挑出來 OK 那就可以馬上找到你要的資料了 這樣就方便很多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工作 裡面都已經把那個程式 都預先寫好的話 那以後要找資料就簡單了嘛 按一下 對 事情就有了 OK 那如果不會寫程式的呢 反正就再來一遍 雖然也不會花太多力氣 可是就是我覺得還是滿浪費時間的 尤其是我們這個還算是簡單的 有的時候工作裡面的那個流程 其實還滿複雜的 可能做的欄位數 絕對不是只有七個欄位 可能甚至七十個欄位的話 哇 那你不是每天都還在再來一次 那也是頗麻煩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工作流程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呢一個程式去執行 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我自己 還是覺得還滿有成就感的 跑起來其實還滿好玩的 OK 而且工作裡面的話就會想要 而且因為你事情做完了嘛 所以你還可以有一點時間去思考一下 程式是不是可以再精進 對不對 有些東西可能你不會的 那趁這個時候可以怎麼樣 把它再練熟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功力就越更上一層樓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做幾次來 現在還滿好玩的 OK 以後的話資料就再也不是問題了 剩下可能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資料太少了 有沒有 你還可以再抓更大量的資料 所以你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多了 不是只是單單你的那個部門 可能全部 全公司所有的部門 資料都給你處理也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你能力就增加了 相對的啦 我覺得能力增加不代表說你的薪水一定會增加 不過理論上 有些公司會願意多給你一些 籌勞 像之前有個學生直接跟我講說 因為他會這個東西 所以在公司 他跟我講說他的薪水已經是原來的double了 而且他說外商公司 他一直跟我強調說 這外商公司是看能力給薪水的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能力夠強 真的你可以往外商公司去發展看看 OK 好啦 那當然這個地方 不過啦 這個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我同學馬上說 老師這樣有點麻煩 雖然做完了可以 可是 我如果按下考評 變成我假設有四個工作表 我變成說 我如果要產生四個 那我變成我要按四下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說我只要在這邊按一下 他可以自動幫我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 跳下一個 然後再跳回來 四個全部做完的話 那這樣更好 對不對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 你就要再學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因為如果你要控制 Excel的所有動作 那你就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動作 有哪一個物件 他所決定的 那裡面的話 我們可能就需要 再多學一個物件 叫SHITS SHITS的話就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 我們假設工作表是1 就SHITS 1 2 3 4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再增加一個那個SHITS物件 然後讓它可以切到 其他工作表做一樣的事情 切到工作表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這樣的話不是事情就可以得到解決了 那這個寫法的話 有點類似像這樣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多工作表的切換 有沒有 可是還是一樣 需要再寫個回圈 因為呢 切換的動作是SHITS 裡面的話 如果SHITS 1.slate 就切到第一個 SHITS 2就切到第二個 SHITS 3就依實類推 那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我們需要SHITS 1 先做切過來 然後把那些事情做完 然後再做SHITS 2 SHITS 3的話 可以這樣做啦 至於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再試試看 所以哦 延伸剛剛的部分 把注尊的這兩個按鈕 記得按Ctrl鍵 然後選起來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貼過來 那只是說 因為執行的時候有個BUG 什麼BUG 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原來好像是寫成40 而造成錯誤 那如果要改的話 我剛剛有改 改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 再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啦 叫R 把這個得到的結果丟到R 這個R可以給這邊用 也可以給這邊用 兩用的 這樣就可以解套了 然後呢 其他工作表OK了 再來思考一下 如何跨工作表 試一下